你认识的小异仙已经死了 现在的我 是独宗宗主 天独女 豆魄苍穹真正的女主角要来了 截至目前为止 三场云兰松终极预告已经全部播出 让我们来看一下豆魄苍穹官方 读资了哪些内容吧 首先开局便是王炸 直接放出药老被魂箭抓走的画面 这里药老的灵魂体被魂箭的狗所抓住 基本上已经注定了试图分离的结局 随后 雾护法出手击杀硝烟 还不用和加星天奋力抵挡 不出意外的被一招秒了 这里硝烟看似在跟他们谈判 其实是准备开始装逼了 此时硝烟按一眼看加星天等人 有点害怕云山的恐怖实力 便直接请出了耀老 耀老首次现身加马帝国 释放斗宗威压 恐怖的灵魂力量 让加星天等人义无反顾的加入硝烟阵营 随后便是海伯东拯救硝烟 亚飞等人非常惊讶硝烟的恐怖实力 之后便是硝烟一气画三清的画面 此时硝烟凝聚出三个斗气纷身 这些纷身其实是三千雷动的 最高性纪三千雷所凝聚的 速度更是让云山猝不及防 随后便是云运的云烟富瑞镇 云运试图对战悟户法 可惜依旧被一招秒了 随后 豆博放军真正的女主上线 官方暴露了小一仙的正点造型 这是黑袍形象 海伯东和加星天联手作战 依旧不敌豆宗小一仙 豆宗强者恐怖如斯 甚至还有燕露天对战消炎的画面 可见豆博汤群的制作进度 已经快要抵达中洲了 这里是寒风献祭了海星燕 魂剑给了寒风移去 斗宗师弟重生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喜欢豆博汤群的兄弟们 可以点关注支持一下 我们下期再见